原标提郭德康最惨的几年余迁,除了抽奸喝酒烫头,还干了很多人才。 了解他们的人大多都知道,郭德康最早从天津到北京打拼失业的。 后来一步一步的做大财创建了,现在都等于说,也有很多人知道北漂的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早前的郭德康在北京闯荡的时候,也是一样那时候作为搭档的一切又在做什么呢? 很多人都不了解以前的为人,他不仅会抽奸喝酒喝烫头,而且还有着很高的学历。 他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导演系的大专班这样的学历,已经算是不低了。 毕业之后的,他参加了电视剧《马三立》的拍摄。 期间,以前还曾经参加电视剧《小景胡同》,包括现在的相声中,也经常会提起当初的事情当时的郭德康,还是吃上顿为下顿的北漂。 但是以前已经是剧组的常驻人员之一。 虽然当时的一件事的常规演员,但是他的事业发展算不上非常好。 在剧组里都是担任小的角色,或者是配角,虽然偶尔也会客串一下,编导或者主持人的工作。 但是都不是非常的稳定工作上,基本属于干一半心一半的状态。 于谦,也是正儿八经的体,志向上演员她的师傅是石副宽。 当时和侯耀文也是比较默契的一对搭档。 所以,于谦和何阳文两个人之间,也有着非常深的感情。 于谦和郭德康真正相识,是在两千点之前就只能有对方的存在,但是一直都没有合作。 直到后来,于谦在北京西区一团的《黄德楼》进行演出当时剧组表演《少一个人》。 于是,于谦老师就叫了郭德康前来帮忙郭德康担任豆根于谦担任捧根。 郭德康也是突然接到的命令,但是这一场表演下来两个人都有着非常舒服的感觉。 也是这一次会面给彼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,后来两个人也有过几次合作。 2004年的时候,郭德康正式邀请于谦成为德云社的一份子,在遇见进入德云社之前。 郭德康有着自己的搭档张文顺,张文顺老爷子当时的身体状况,已经不是非常乐观了。 后来的两个人正式成为组合,也就是我们眼中的黄金搭档。 这两人之间的合作,可以说是非常默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